今天早上一早起床 就聽到一個香港的新聞 有時候這些新聞 我都說應該是想到的 但是為什麼自己又想不到呢 這是什麼新聞呢 就是這個珍寶海鮮坊 因為珍寶海鮮坊 就有50年了 我讀中學的時候就開始營業 開始營業的時候都一波三折 在香港仔碼頭的時候又說火燭燒了 生氣又來過又開過 到一九七幾年就開業 就算我離開了香港 去了加拿大 我記得有一、兩次回來香港的時候 都去過珍寶海鮮坊 吃過飯、喝過茶 這個很別致的 因為在避風塘那裡有個等船 就改裝做了一個 Floating Restaurant 他吃的東西就算是這樣 吃海鮮 實在如果是說吃的東西 很多餐廳是好過他 但是是很別致 因為他的裝潢 他就算英女王都去過 影片又拍過不少在那裡 當是旅遊勝地 去一下吧 疫情關係 就不行了 現在旅遊業就什麼都沒有了 這兩年要找人去 不行了 就關門了 要保持 要在香港人的避風塘那裡 都不少錢 就拍了在那裡 所以就說 拖了去一個不知名的地方 前一個星期拖走了 昨天晚上說 在這個中國海這裡 就說有風浪 拖的時候就沉了 就說海水有一千米深 所以就打鬧不到 無論如何都好 可以說是香港的一個地標 你地標沉了 我真的沉了 說一千米 這是很可惜的一回事 因為我不是說要擁護一些什麼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起碼來說 在香港的旅遊史上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必虛的地方 現在不要說沒有得必虛 現在連駕駛也沒有了 那可以是很可惜 今天很短很短的說到這裡 沒有去的 我也沒有去 也沒有去的 在這個筍網上 這個筍網上 好像不起筍網 在這個筍網上